三代同堂的祖孙们 卖力的包着粽子 借由比赛过程传送包粽计法 让参赛的孩子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欢庆一年一度端午佳节 芦州区公所联合辖内社区关怀据点 银法族俱乐部 在古色古乡的芦州礼宅 举办一系列游园活动 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柯庆忠 与多位明代礼长都到场共襄盛举 场面热闹非凡 特别谢谢区公所 在今年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 能够举办活动 那在此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里长 在常年协助我们市政的推动 那最近在议会总实行的期间 市长也会就市政的这个部分 全力来打拼 各里里长有在筹办这个营法俱乐部 跟办老人共餐的他们的志义工团队 来包各式各样的粽子 我们今年芦州有北部粽 有南部粽 有原住民粽 有新住民粽 那象征芦州的一个族群的融合 那也希望今天来参加活动的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体验到各种文化 不同的粽子 除了别具意义的三代包粽比赛外 现场还有许多有趣的重关游戏 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而民众也可以用纸本发票兑换各摊位的特色粽子做公益 郭利宅董事长李立群也在现场与民众亲切互动 回忆儿时生活 将民众打捞五十岁来洒进化煞保平安 卢州区长陈炳仲相当感谢李立群董事长提供场地来支持公所举办活动 让民众都能在百年古迹中度过一个难忘的端午节 记者卢亦轩台湾报道